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很多人在学八字 他就是看格局 看强弱 然后想要抓出他的用神 然而 当他心中所期待的用神到的时候 才发现到 根本就没有像自己所想的那样 而会产生这种情况 就是因为抓用神的方式 其实我们八字来讲 第一个 八字是活动的 所以用神本身不会固定 第二个 要看问的是什么 财官比十亿各有各的用神 所以这个两个因素 就会让你知道说 你根本没有办法从身强身弱 格局里面去抓出所谓的用神 因为你抓出来的用神 首先这个用神他会变动 第二个 你是根据财官比十亿 哪一个去抓的 你也不清楚 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陷入跟提问者一样 他说我都进入甲子大运了 为什么还是这么差 所以 这就是一般人 会有的一个迷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八字 他本身的状态 本命甲木去生丁火两河 克吉土 而地支卯旭河 卯木克贵土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八字是天干地支 日主同克 这时候甲子大运 各位你会知道 甲木两个生丁火两个丹士的 一样克吉土 他的地支 止水生卯木 一样克贵土 所以他的五行排列 不但没有改变 而且还比原来的更加重 所以当然他的运势 日主受克加重 全部都不对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说 这跟他从格局里面 取出来的用神有关吗 没有 而是跟他的一个五行排列 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各位你要知道说 一八字手中五行申克 五行申克 让你知道 什么是强项 什么是弱项 之后再看大运流年进来的情况 而不是一拿到 我就先看几个柴 几个关 那些都没有用 因为都不是真正在判断 吉凶的原因 真正在判断吉凶的原因 是通过五行流通 找出五行的增减变化 多变少就不好 少变多就会好 像这个天干地支 日主同克 你最少也要先处理掉一边 结果不但没有处理掉一边 两边都还同时加重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 他的一个运势一定是雪煞加霜 今天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有空放置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